弟兄姐妹早安 第八日 神的话和祷告 诗篇119篇107节说 耶和华啊 求你赵女的话将我救活 祷告与神的话是分不开的 在内室的安静时间里 这两样应当连在一起 在祂的话语里 是神对我们说话 在祷告里 是我们对神说话 若要有真实的交通 神与我就需要有份 如果我单时祷告 却不用神的话语 我就容易用我自己的话语 和自己的思想 我若从神的话语里 吸取祂的思想 再陈列到祂面前 这样就确能是祷告得到能力 我也就能照着神的话来祷告了 所有真实的祷告 神的话实在是何等不可缺少的呢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必须寻求对神能有真正的认识 只有借着祂的话 圣灵才将关于祂正确的认识赐给我们 神的话要教导我们 知道我是何等的可恶和有罪 神的话也启示我 一切神所要为我所做的奇妙的事 以及祂要赐给我遵行祂旨意的力量 神的话也教导我如何带着坚强的愿望 稳固的信心和恒久的耐心来祷告 神的话不仅教导我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人 并且也教导我知道因着神的恩典 我将要成为何等样的人 更重要的是 神的话还天天提醒我 基督乃是伟大的带导者 并允许我在祂的名里面祷告 哦基督徒啊 请学习这一个重大的功课 天天借着神的话更新你的力量 并且照着祂的旨意来祷告 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方面的祷告 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需要祷告 要有祷告让神来教导我们明白祂的话语 要有祷告是我们借着圣灵 能准确认识神和应用神的话语 要有祷告是我们能在神的话里 看见基督是一切 也住在一切的里面 并且也要在我里面成为我的一切 有福的那是 在那里我们能借着神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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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